大家好 我们这期视频 紧接着上一期 关于 关于那个Laravel framework 那个框架的开发 我们上一期节目介绍了 它的安装配置 然后介绍了它的目录结构 等等一些基本的信息 非常枯燥 我们这期呢 就实际的来做一个 建设一个project 一个项目 这个项目要做什么呢 当然我们先 计划一下 对吧 我们做一个计划 首先我在这个public下面 我就建一个readme的文件 这是个空文件 这个文件 我们先做计划 这个计划什么呢 我们这个软件要做什么呢 第一就是 我们最终的显示结果是显示 显示一系列的 用户已经加入的信息 比如说blogs 比如说一系列的文章的标题等等 我们就 display a list of blogs 就是用户输入的 就是用户可以提交的 posted posted by users 好 第二呢 我们要干嘛呢 我们当然需要一个webform 就是表单 我们要create a webform so so well users can 用户可以就是提交他们的 他们的内容 他们post他们的content 好 第三呢 但是要一个form validation 就是要检查这个 这个表单的有效性叫validate the form 我们就validate the form 最后呢 我们当然是要 需要运到数据库 对吧 我们就insert the data 就是content into the database 这是我们基本的一个功能 我们就要完成的功能 好 我们第一步呢 我们当然就是the first step 我们就第一步啊 第一步是干嘛呢 第一步是我们要设置一下我们的 实际上我们第一步我们已经做了 就是我们之前 已经用那个命令函方式 创建了一个叫做blog的目录 就是在这里blog 我们找一下 应该是在blog 是在这里面 我们创建了这里面 在这里面创建的 我们之前创建的主网站 对吧 主网站就是 主网站是80800 然后blogtest 主网站是这个 然后加入了test by gun 这个我们测试了 可以改变它的内容 最后我们建了一个 网页 资网页test 它也是work 就是我们整个系统是工作的 像我们说到的 我们用 就用Laravel 然后它是一个 可执行文件 然后创建一个新的 叫做blog 然后它就安装一大堆的 各种各样的东西 最后就创建成功了 就创建成功了 然后我们就进入 我们就进入到我们这个文件里面 然后进入以后 我们就run这个phpartisan server 然后它就服务器就运行了 然后就得到这个结果 好 我们现在就是要第一步进行什么 进行数据库的设置 第一步先完成了 我们该做第二步 第二步就是数据库的设置 我们先到我们的本地的数据库 数据库里面创建一个 你可以用Command Alive的方式 就是用MySQL的方式来创建 也可以在这里面创建 MySQL的方式就简单一些 就要复杂一些 大家可以去学一下 我们暂时跳过 我们就在这里创建好了 我们就database structure database 我们新建一个database 好 我们在这个数据库里面 我们就创建一个 把数据库的名字加进去 我们刚才已经创建了 就create就行了 我们这里已经创建了一个 创建以后 我们点了一个数据库 点了数据库以后 我们有一个privilege privilege呢 你可以加一个用户名 加一个user account 我们把它放大一下 大家来看 在这一块 好 我已经加了一个lariable user 但是这个打平鞋打错了 我重新再加一次 先把这个删了 把它删了 先不管它吧 先加一个新的 对不起 我们就把我的名字谈上去 叫lariable user 然后密码对吧 然后我们的用户命 把它 然后这个条上关 operate on database lariable blog 这个database 然后我们就go就行了 go 然后它就 它就很复杂的一个 SQL statements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 但是我们不用管 好 好 拿这个一条上 check on 就是这个数据库里面的 所有的权限 比如说select, insert, update, delete 这数据库的基本操作 我们把它go 再go一下 好 我们这样的话就做好了 这样我们来这里 把我们这里重新改一下这个user 换一下名字换一下 user 密码是一样的 l1 好 这样我们就做好了 做好以后 我们就回到我们的程序 程序这里 我们就把它填进去 数据库的名字 database lariable blog 下画线 user means lariable 下画线user 密码放进去 这是MySQL 保证我们是MySQL 好 我们到回到我们的命令 我们需要一个命令 叫什么呢 phpartisan 然后migrate 这个命令就会测试我们的数据库 我们来回到我们的命令 你看这里行不行 不是这个 对不起 换一个 这个 好我们就来测试一下 叫phpartisan migrate 没有这个文件 我们应该是export 我们之前在这里面export了一下 但是 但是我们需要重新 export 我们的环境变量就是path的一个东西 之前在这里有用过 所以我们把它放到这里来 我们放到我们的readme里面来 好吧 这样我们就好用一些 下回 expose 我们现在应该是第二步了 second step step就是设置 设置 setup database 好我们再把这个命令 然后我们再重新run一次 在我们新的这个窗口 因为这个服务器正在运行 我不打算打断它 所以这个就不管它 然后我们在我们自己的第二个窗口里面 我们就export一下 Ctrl C 好我们再run一次 phpartisan migrate 应该就可以了 好成功了 migrate 好 当出现这个信息的表示 我们的数据库是成功的 好 我把这个命令函 把它配置在这里 我们下面 第三步step 第三步是干嘛呢 就是我们要建立认证系统 这个系统叫 authentication scaffolding 这个东西 它是第三方的软件包 我们需要安装它 然后就直接使用 所以我们就需要用 它叫UI Composer Package 这个模块 我们就要安装这个模块 叫UI Composer Package 然后我们就要需要一个命令函 我们这个命令函 它怎么用呢 就是回到我们的这里 好 我就把这个放到外面了 因为我们暂时不会用到这个窗口了 所以我就放到外面 就不用它 放到外面 好 就叫 Composer Composer 然后Artisan Compose or Install 应该是放到上面一个 上面一档吧 看看是不是在这 Vendor 应该在这 应该是在这 Composer Install Laravel Ui 它说我们这里是没有Composer Require Install Package To U Composer Ie Q U Ie 应该是在上一级目录 我们应该在这一级目录里面 我们再来试一下 Composer Install 不是Install 要Require 它这里有个错误 还是 对不起 不是Install 用Require 我看的那个Document不对 Require 现在都是用Require 而不是Install 我们终于测试完 我们网站还在工作 因为之前它重新启动了 我修改了它的环境变量 它重新 好 它安装完了 它安装好了 然后我就说一下 它的名字 这个软件的名字叫Scalifold 它是缴手架的意思 就是给你一个基本的架构 建设一个基本的架构 然后 它提供了一些命令函 然后你就可以设置Scalifolding 这些Folding也包括React View或者Bootstrap 我们将会使用一个简单的 就是它的Auth authentication Scalifolding的功能 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详细看它的 有手册 有相关的手册 好 下面我们就要安装 安装什么呢 叫做Bootstrap 不是不是说错了 就是我们需要 我们需要产生 产生这个Routes Controller和View 和一些其他的文件 所以我们就需要一个命令 这个命令是什么呢 我们来打进去 这个命令就是PHP RT UI 就是我们刚才安装的那个 Bootstrap Bootstrap是当起动的时候 然后就是我们 Dash Dash 这个很重要argument 就是给它Authentication 这个功能 Authentication 好 回车 他说让我重新编译一下 这个NPM Run Dev 我们就试一下吧 NPM Run Dev 我们就编译一下 编译一下 这里有没有错误呢 它有些错误 它说有错误 它有错误 怎么不用管它了 看看它能不能工作 好 我们把这个copy一下 copy copy 我放到这边来 好 这部完成了呢 然后我们要做什么呢 它要编译 就是它叫编译 我之前对了 就是要编译了 这里没有编译 我放到这里 这样我们好看一些 我们要编译 就是叫NPM Install 关于这个NPM呢 就是大家需要下载 Node.js的软件包 那个平台Node.js Node.js就是JavaScript 在服务器端运行的一个软件 它包括了很多很先进的功能 我已经安装了 大家可以下载一个12 我的现在版本是10 挺旧的一个版本 但没关系 我现在是10 大家打Node 它就会给你10.16 是个版本 老版本了 我不打算更新它了 就接着用吧 如果需要有问题的话 如果今天安装不了的话 我还要回过头来 就重新更新一下我的Node 好 我们回答 看看有没有错误 它这些Warning没有错误 这些Warning没有错误 好 说明我们现在安装是成功的 它只是需要我们更新版本 这没关系 好 我们下面再下 好 我们之前就run了一个NPM install 之前就是NPM install run完以后 然后我们紧接地run了一个NPM run 就这个 run了以后都成功了 它就其实这些东西 然后创建了两个文件 这两个文件assess 这两个文件 slashgsapp slashgsapp 它应该就这两个文件 就这两个文件 在resources里面建了两个文件 好 我们走到下一步 下一步 下一步呢 我们就是要run一个watch 它叫一个watch NPM 这个呢就是 它监听你的改动 如果你的代码改动了 它就自动给你编译一下 它就监听 监听这两个文件 我们这里测试一下 我们在我们的app 这个app.js里面 我们测试一下 这个我们有一个echo 我们用echo这个名字 打一个 然后它这里就run了 大家看到这里就run了 之前错误 它发现错误 它发现一个错误 所以现在我改了以后 它就给你讲 这个是错误 echo 不应该用print吧 print 用print print应该是个函数 是个函数调用 我们就应该用 是一个函数调用 好 保存 它就应该也 它又开始编译一次 编译一次以后就 好 编译成功了 刚完 print刚完 我们来到我们test里面 看看这些什么效果 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这里还是什么都没有 好 这样我们两个窗口的程序都在运行了 窗口我们就会一直开着它 一直开着它让它run 运行 任何改动的话 它就会在这里显示进行编译 所以我们就要重新又开个窗口了 这个窗口我们把它放到上面 放到外面去 因为我们现在用不着了 用不着 我们放到外面去 然后我们新建一个窗口 我们之前这个窗口就可以用了 我们同样的到我们的H-Pan Laravel 不是这Laravel吗 A framework A PHP framework 在Laravel 这个文件里面 Housey blog 我们在blog里面 好 我们一样的 我们需要export这个path 记得吧 我们之前有一个exportpath readme 这是我们之前开的文件 readme 我们再export一次 否则我们那个就不能运行了 因为找不到这个命令 必须找不到在Laravel这个命令 所以我们还是export一次 这样我们就Laravel 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命令就找到了 它有 它只是没有那个 好 好 好 我们下一步呢 好 下一步就是我们要创建我们的 Blog Content的Table图 这个表 在数据库创建一个表 Table 然后来保存我们的数据 对吧 所以我们就回到这 还是回到这 我们就用一个命令 什么命令 就叫php 也是artism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东西就是基本上包括了 所有的 所有的这命令 含的工具 完成的工具 我们就create blog table 然后 对我们就要 create blogtable 然后我们就 参数 create create等于什么呢 blog blo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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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个复苏吧 blogs 然后我们就可以回到我们的数据库里面 我们监视着我们的数据库 Larelblogs 这个数据库 他这里还没有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建 他现在什么都没有建 他只是建一个临时的东西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 大家看我们这个数据库里面是这样一个 他建了一个临时的 临时的 都是临时的 但为什么没有建我们这个数据库呢 refresh Maintain this field 好 我们暂时不管他 而且还不知道他的逻辑是什么样的 接着回到我们的命令函方式 然后 他会创建一个 Migration 的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是个PHP的文件 我们进去 他怎么在哪呢 他在 还记得我们这里的主要的数据库吗 我们这里有个数据库还记得吧 数据库 对吧 数据库 然后我们有个Migrate子目录 Migrations子目录 Migrations子目录我们这里就有了 之前这三个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之前不是测试吗 测试 运行那个测试 它建了三个测试的table在里面 这里我们就就是他的PHP 他建立的PHP是这样的一个PHP的代码 他创建了这样一个代码 他其中包括了table.php 然后他create block table extended migration 这个模块 然后up up就是他有个schema schema就是数据库的表 create blocks function 然后table id timestamp 然后我们需要加入一些东西 加入什么东西呢 比如title 对吧 我们需要加一些东西 所以我们就加一些东西吧 我们在这加一些 timestamp一般放到最后 我们就 到了table table呢 这里就有一个title 对吧 不是 我们就应该有一个 它的叫做 它的type string 它是个string 所以我们就title 对吧 然后冒号 我们这个id呢 我们让它可以自 我们可以让它自己increacement 所以我们就调用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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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函数 increments 然后我们把这个id放进去 括号 然后把这个 我们也先不删它 我们就还是就把它拿过来 还是放进来 但是我们把它 诸释掉 暂时不删它 increacement 对吗 increacement 对 这是对的 函数对的 string 这些都是函数 大家看到没 都是叫做method 在class里面叫method 它是一个method 然后我们同样的table table什么呢 table 然后我们就有body 对吧 就是string 这个也是body 然后我们给一个link吧 还是有一个link 就是它可以给一个social social network的link 放到这里 你可以link到相关的地方 相关的东西 所以我们还是一个string 这个string呢 是个url 然后因为我们必须是unique的 这个string必须unique 或者不需要 不需要unique 就是唯一性 唯一性unique unique 然后body有了 然后id有了 其他就没关系 description 我们就可以了 increase id 好 这就是我们要这样 创建的一个table 叫blocks 它将会有这些 它的fields 就是它的表里面 每个值域 好 我们现在把它保存 它有个blueprint 不知道它没有用 class is not used 它这里显示class is not used 但是它自动包括了 所以我们把它 先comments好吧 它既然没用 我们就把它comments掉 好 下面我们就要run这个程序 叫phpartistmigrate 然后它就实际地创建这个表单 migrate 这样它就会实际地创建我们的这个表 run 有错误 这里有错误 还是需要的blueprint 它这里不对 你看它这里非常不对 它实际上使用了blueprint在这里 它为什么给我这个错误的信息 就是 就是给这个错误信息 我们还是要用的 因为这里print 它叫dependency injection 就把这个插进来 你不需要创建个object 你直接使用它就行了 table 所以这是错误 我们再重新run一次这个程序 到处了 好 成功了 migrating migrated 我们刷新一下我们的这个table 好 有了 有了 我们这个blog这个table有了 大家看一下 它就有id title body url created updated ad 这都有了 好 非常好 我们接下来做什么呢 它有个命令就是我们要再run一下 这个命令是什么呢 把我们这个窗口放大一些 比较好看一些 这个命令叫做php and artisan migrate refresh 它就是刷新一下 刷新一下 好 dropped all tables successfully migrated tables create successfully 然后migrated这个 migrated这个 好 我们再刷新一下我们这个table 这些都是对的 没有什么错的 user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会到下一步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 简单的小节 把它copy一下 把这些命令先放到这边 我们就next step next step就是我们产生 generate test data 就是我们做一些test data出来 为了产生这个我们需要两个东西 它叫model 这个model呢就是 这些model就是相当于数据 它提供 它提供两个特性 第一个特性就是 你叫做database seeder 然后它会把产生一些数据库的数据 第二呢就是它叫model factory files 它会允许我们产生一些虚拟的model data 然后使用这些data在我们的数据库中 我们大概来试一下 我也不太理解它的具体是茶含义 但是我们就run它 make model blog 试试吧 factory link blog 好 model create successful factory create successful 然后它会创建什么呢 它创建一个model的文件 它创建一个php文件 这个文件将叫做blog.php 我们这回到我们的app里面 应该在app里面 app model 大家看到没 在这儿 创建了blog model 这个文件 然后这个文件呢 它就extend models 就是我们使用这个 然后使用factory 它叫use has factory 这个design pattern factory pattern用的 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呢 这个model 它这个model用的 用的就是它提供一个 强有力的数据库的api 然后通过这个model 你就可以调用数据库的数据 就不需要写sql statements 这是大概我的理解吧 然后它的参数 参数就是两干factory 它会产生一个文件 叫做factory 它会产生一个文件 叫做factories 好像我看一下 它在数据库 数据库database 产生一个factory 这个是个附属 factory 目录里面产生了一个 叫做block factory 还记得这个userfactory吗 userfactory是之前 它产生的user 所用的 就是用那个authentication 所产生的 所以我们现在产生了 block factory 它就产生了一个结构 这个结构 你就可以在里面写 写我们相关的代码 然后就是block factory 这个文件 它就extended 你看 它用的是继承关系 extended factory 就是block factory 然后它这里的model 就是用block 还记得我们之前 blog 创建的model吗 这个模型 blog 它就用这个blog 它这里 你看 它这里有了 用了我们的blog 然后就blog 然后我们就回到我们的link factory 这个文件 不是 叫blog factory 这个文件 我们在这个文件里面 我们需要做什么呢 我们需要写一些我们的代码 我们要 它这里有个return 这个array 数组 多为数组 我们要 要干嘛呢 就是要返回一些东西 我们要返回什么东西 对吧 所以 我们需要返回的是 先定一个 definition factory definition define 好 写上我们的 要加的code 我们是要加什么呢 我们是blog 对吧 class 对吧 我们是用class 然后我们就定一个function 函数 我们先把我们的return的array 我们先放进去 returnarray 首先是title 对吧 title 然后这个title 等于什么呢 我们用一个 用个什么 用个叫fake的东西 我们用个fake 我们就copy它们的代码过来 usefake as faker faker 然后definition里面 我们这里第一个就是 this model 不用 我们就function 函数 这个函数是什么呢 是faker botherfaker faker 就是function 应该不是这样的 好faker 我们这里就用substring 这个函数调用 这个调用呢 就用darkfaker的 这个参数 就简单的 它有一个 它有个函数叫做sentence sentence enc sentence to 然后有一个 两个参数 负一 这是它的一个代码 第一个值 title值 对吧 第二个值是body 对吧 body值 我们也是用一样的东西 我们用faker 就用faker就行了 faker呢 是什么paragraph 它会抢个paragraph 我们就用它的这个 paragraph paragraph 最后呢 就是url 对吧 跟我们数据库的 那个 是一致的 我们去blog table blog里面有urlbodytitle 对吧 url 我们就达了faker 就url吧 好 我们就return这个东西 然后 我们就要创建 用artisan在创建 一个就是seeder 就是它的那些 总资的 就是值 所以我们又回到 我们的命令函 我们就用那个php artisan make seeder 这是我们是 记得是body吗 blog seeder 好 我们试试一下 看看能不能做 打错了 m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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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make make make完了以后 它应该创建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就会在数据库 这个目录下面的 seeder里面 看见没有seeder里面 就创建了我们的 blogseeder 好不管了 好不管了 他创建了seeder 0 好不管了他创建了seeder Databit seeder 是这个 c.0 是这个 他创建了一个seeder 0 挺奇怪的 为什么seeder 是不是我应该 我打了一个这个 好 我打错了 我准备创建一下 seeder 好这样我们把这个seeder 创掉 不要seeder delete 好seeder blockseeder 就产生这个文件了 好 我们又产生了这个文件 在下面我们就需要做什么呢 我们就需要修改我们的代码 在这个就是blogseeder blogseeder 看一下 blogseeder 我们在这里有个run 它的主程序run 这个run程序我们就需要干嘛呢 就加入一句代码 这句代码叫factory 我们之前的app对吧 app app 然后它的路径叫blog 我记得啊 我们再滑一下 找一下blogfactory 就叫blog 没有应该要大写 但我之前打错了 打成小写 但没关系 我们就blog了 blog 然后class 5 它给个5 然后我们就干嘛呢 就create 好 就产生这样一个参数 这样的代码 这个完了以后 我们为了使用这个东西 我们需要回到我们的另外一个文件 叫blogseeder 这个文件里面 我们就要把这个程序把它括出来 我们先把这个注释掉 这个不是我们的 这个不是我们的 我们就要让它run run 我们就 $this to 扩什么呢 扩block seed 还记得吧 class 好 我们就要扩这个函数 扩我们的这个 block seed 所以我们之前要扩它 我们就需要使用它 我们需要在这里加入block seed 这个叫做 不是这个 我们就叫 Datapid seed Datapid seed 我们就用Datapid seed 过来 Block seed Block seed 好 好 我们接下来做什么呢 叫Fresh 我们叫Fresh seed 我们试一下 就试一下吧 具体的含义我现在没有特别清楚 但是我们就先把我们的程序把它搞得能够运行对吧 Fresh 它Fresh以后应该就是 就产生一些总资的值 我们试试 好 出错了 我们这里出错了 Core function Factory Cedars Factory 没有这个Factory 没有这个Factory 好 大概可能知道是什么回事 所以我们用这个到我们的Block seed 这个程序里面 这个程序这里面不对的 它不能这么做 它这个文端有问题 我们是Block 我们用的是Block Factory 然后Create 应该是这样的一个结构 而不是用Factory这个参数 对 它文端有问题 那个我看的 但参考文端有问题 好 我们再来Run一次 我把它修改了 是用这个 还是出错了 他说 它这里定义这个Definition 是没有参数的 我之前加了一个参数在这里 应该是有问题 不应该有这个参数 那我直接使用它吧 我就Fake Fake 不知道能不能运行 应该是这样吧 也不对 应该可以使用 尝试一下 好 我们来重新再Run一次 应该是出错 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Sentence 这个函数 好 我们暂时把它还原到我们之前的那个 之前这样的函数是不对 我们把它注释掉 注释掉把这个删了 然后我们就return一些Stream吧 我们就testStream 同理我们都用这个吧 body 这个body link呢 我们就youtube.com 好吧 好 我们再来Run一次 好 现在运行成功了 看看我们数据库里有没有数据 有了 太好了 它产生了五次 自动产生的 大家看到没 产生了五次 我们没有使用它的那个FakeData 那个数据 没有使用它 我们就直接 直接我们手动的放一些进去 然后它就产生相同的东西 都是相同的 好 我们再回到 12345 对 它产生了五次 为什么产生五次呢 因为我们在这里设置的是 因为这个函数我们产生五次 它产生了五个Record 好 这样很好 我们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们这个已经Run了 就是Run的这个程序叫做 Migrate Refresh 那 双干 seed Run的这个程序 它那个Document里面 它用一个叫Tinker的东西 就是产生那么用户名 自己的一些数据 我不确定能不能用 但是我们可以尝试一下 PHP Artisan Tinker 然后你就Type你的那些东西了 叫做App的那些东西了 就是我们要把那个Blog 还记得吧 Blog是那个函数 Blog 然后我们就需要一些 一些它是一个Json的Data 我们就试试一下吧 我们就试试一下吧 按照它的3060 然后 ID 我们给个11 多号 Title ID 11多号 它说我的这个不对 ID ID不对 我们试试Title 试试Title Title可以 Title 我们就打入我们的 Test2 打入Stream Test2 然后URL就必定要了 我们就行 Body吧 Body 然后Body 然后Body的话 这是Test2 Body 好 再括号 暂时不行 不能用 我们暂时就把它停掉 不用这个了 它不成功 试试用了一下 不成功 下面我们就开始 嗯 做什么呢 做 Routing 和Views 对吧 Routing 和Views 建立我们的 Routing 然后 给一个Path 它的 目标 然后 产生一些其他的 那个 功能 好 那我们现在就回到我们的Routing 里面 Routing呢 Routing就是叫Web.php 我们之前有过修改 是在哪呢 是在Routes里面 Routes在这里面 还记得吧 嗯 它这里有一个 嗯 GET 我们 我们加了一个Test 还记得吧 加了一个Test 然后 就是我们需要产生一个列表 就显示我们所有的内容 对吧 所以我们就需要一个Routes Routes我们就就GET 对吧 GET什么呢 GET 它的Path URLPath 我们就Blog 就Blogs吧 然后 然后它就有一个 参数 然后这个Function 这个Function呢 我们需要 它写东西在里面 Function在里面 然后这里要把它Close掉 好 我们写一个 第一个Blogs 对吧 Blog lists List Blogs 然后我们就等于呢 等于什么呢 等于App 记得吗 我们Blog 我们创建Blog的Class 我们有个函数叫All 我们就直接调用这个函数 然后我们再来写这个函数 Return什么呢 Return一个View 这个View呢 是什么呢 是 我们需要建一个文件 我们现在就叫Blogs吧 也叫Blogs 我们就也叫Blogs 这个View叫Blogs 然后我们待会来建立 这个Blogs 这个View 现在还没有 它应该是个Template 然后我们需要传 然后我们需要传 就把这个传进去 Blogs 把这个Blogs传进 传到什么呢 作为参数传进去 传给我们这个View 就要叫ListBlogs 作为参数传到我们的这个View View里面 View的Template里面 好 现在我们就要 到这里 把拽帽号 RodSket 好 然后我们就要 好 我们之前不是创建了一个叫做TestBlade吗 我们就把它Copy进来 在这个View还记得吧 View就是它的ModelViewController的View 所以我们用Blade这种Template模板 所以我们就有个BlogsBlade 这个Blogs必须跟我们之前 我们做的 那个里面用的是一样的 就Blog 在我们的函数里面 我们的函数里面 就是Router里面 看看Router放哪去 Router 就剩掉 Blogs Blogs Table 那就Web在这里面 我们用的Blogs ViewBlogs 所以你的一定名字就是Blogs.blade.php 所以我们在我们的View里面 就是形成这个 好 我们Paste以后 我们就来做一个ForEach 这是Blade的Template 里面用没有的语句 编程语句 它就ForLoop 就是我们这个Blogs 传进了参数叫Blogs吗 还记得吗 在我们这里面就是传进了一个参数 叫Blogs 这个 是这个 Blogs 传进来以后 就ForEach 把它作为一个Item 然后Item里面就包括了 我们要读到它的URL 产生一个Link 给一个Title Title作为它的显示的文字 然后我们需要它的Body ItemBody 这个就完成了 好 我们回到我们的网页 网页这个之前的 不是这个 不是这个 也不是这个 是什么呢 我们叫Blogs对吧 Blogs 试试吧 看看能不能产生我们的结构 错误 现在显示错误 Not Found Blog AppBlog Not Found 好 我们来调试一下 我估计呢 还是因为我用了小写的B 应该所有的class的名字 应该是用大写的B开头 就是Blog 所以我现在要回到 我的程序里面修改 首先要修改这个程序的 class的名字 我们修改成Blog 其次我们就要修改 我们这个Blog Blog的这个名字 Blog 然后我们还有些什么 之前产生的 我们产生了Blog Factory 这里 所以我们这里要修改 这里应该是Blog 也是Blog 修改成Blog 这里 这里 这里要修改成Blog Blog Factory 这也是Blog Blog 好 然后我们还有什么呢 我们有Blog Seed 这个我们没有用到 没有用到 但是 对 我们没有用到 就不管它了 这里实际上是Blog 哦 用到了 我们用到了Blog Seed 就产生了我们那个五个 五个记录 五个Records记录 然后Blog Seed 这里有 然后我们还有什么 产生的 Blog 好我们就回到我们的Blog 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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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ctory Extend Factory 好 然后Blog Seed Extend Seed Home Blade 那这不是我们的软件 不是我们的文件 Blog Seed 好 我们要回到我们的这个文件 叫做 叫做 Web PHP 这里有个all 这有个函数叫all 我们没有 我们没有 我们没有的这个函数 我们在这里面没有产生这个函数 所以我们就要产生这个函数 Public Function Public Function 这个目前我们没有什么 我们先就return一个东西 我们就return什么呢 return array 我们现在先return array 这个array的话就只有一个东西 它是一个toassociate array 我们就产生第一个就行 第一个产生什么呢 title title title呢 我们就这里title1吧 title1 然后这是一个值 第二是body body1 我们先测试我们的这个程序 先run run body 然后我们url 测试我们url https youtube.com 好 好 多好 这里把它 因为它是多成的array 我们就 socate array 我们就return一个这东西 好 我们再回到我们的玩意 应该就可以了 refresh一下 还是错了 他说我的class blog not found web use use app blog 好 我再尝试一下啊 我再尝试一下啊 我把这个use加进去了 它既然不说我们不是static的吗 我们就加个static 好 我们就加个static让它产生 它又不行了 这里又不行 它又不行 因为你必须要all的话 就是你要沿用这个modelall这个参数 所以不能static 所以你就必须是用它的这个函数 然后我们就回到代码来看一下 好吧 首先来一点点的调试 我先就自定义这个 手动的定义一下这个的 它是array 然后在我们的blade里面 我们就不能用object 必须要read形式 然后让我们这个网页可以运行啊 这是之前出的一个non-object的错误 好我们把这个comments试一下 我们再试一下这个函数看看行不行 大概还是不行吧 还是出non-static ingress 好吧 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就学到这吧 因为我还没有做出来 就是它那个document 大家看就是这个document 这个网站 我用它的document跟着它的来做 但是做不对 就说明它这个有问题 它这个document写的有问题 我才到这里就不行了 就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 它的代码和我们现在的要求 也是不一样 它应该最新的 它今年8月4号写的这个blog 但是还是不行 好 我们这期节目暂时做到这 然后我们在下一期里面 继续我们完成我们的这个项目 好 谢谢大家 如果喜欢的话请点赞 请订阅 请不吝点赞